近期就流行港鐵公司或者地鐵公司 英文就當然是MTR 但就令我想起另一個問題 MTR的前面究竟應該用 or 還是an 例如說應該用mtr train 還是anmtr train 答案就是an 咦?不是AIOU響音的時候才會用an嗎? 其實就不是anmtr train 本身取決於讀音 就不是那個字怎麼寸 其實這個規矩很簡單 只要那個字的開頭是Value 前面我們就一輪用anmtr train 不懂音標的朋友 是不是就站著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個很容易查出來 其實只要去一些 例如牛津、劍橋、朗文等等的字典網站 再去查那個字 拿到第一個音標之後 我們就會對一對這個表 這個BBC的表很清楚 一看就看到 我們就知道 究竟那個音是屬於Value 還是屬於Consonant 例如HSBC、LRT、RTHK 這些你會查到 第一個音是一個Value 所以前面全部用an 比如說 an HSBC branch an LRT train an RTHK program 看完片覺得幫到手 不妨subscribe這個頻道 或者like這條片 那就下次見 裡面 有些人 會不會 看到 一個人 都會有 有些人 想要